這整個都更的政策沒辦法運作嘛 對不對 其實不管吳寧院啊 你現在台北市很多案子 是因為吳寧院而卡住嗎 不是嗎 審不下來 什麼 對啊 因為他那個法就不合理啊 太多每一個你去Youtube上面很多社區 都被永和中和那很多社區都弄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抽籤就鬧成一團 我們的講法是說 建架對不對 是由建商找三家 你看香港是這個三家是說 我用一個桶子 有興趣的股價師全部丟簽進去 然後當場抽三家 可是台灣不是啊 是建商找三家來做股價 他自己找三家去抽一家 那你什麼 那你民眾會相信嗎 所以我們的杜根絕對不是音樂王家 文音樂王家 而是我們整個 杜根的法令 是不完備 你知道我們杜根有四個關口嗎 對不對 可是我們買一個手機還一本手冊對不對 我們杜根只有一張紙喔 他很多人不清楚就被很慘 像我一個之前聽到一個案例 他說他本來住在 住在台北市 很信聰聰覺得要蓋章就做杜根嘛 對不對 我就幫他蓋章 可是後來怎麼樣 整個完備之後 他不能住下 他如果要住下來的話 還要拿一千多萬 那是下很大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本來三十坪 公社嘛 公社 對他本來三十坪 那現在台北市蓋的房子都五十坪 你知道嗎 因為五十坪才有室內三十坪 然後三分之一是公社 大家大概知道這個數字 我覺得你現在在台北都要去買房子 有三分之一是公共設施 所以他如果要買三十坪回來 我要買五十坪 是不是各位 你在台北市買一坪要買多少 對不對 所以他要增加買二十坪 他錢拿你拿得出來 結果他後來就搬到戲子去 所以他是怎麼樣 蓋章把自己蓋 都根到戲子去 這個政府沒說明啊 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一個SOP 像我們買手機還有一本手冊 可是我們都跟 這麼重要的事情到現在為止 我每一次都在呼籲 政府都沒有做一個好的SOP 來告訴大家 你的權利在哪裡 你的義務在哪裡 你說這一套東西怎麼樣能夠 可以亂下去 這個大概是 我們衍生出來做一個說明 好 補充這些 那大家要不要再拉回到 法官還有沒有 那一兩個問題我們就來看看 嘗試先來做一點整理 有沒有 我可以來講 好 就是 還有一些我剛才忘記講 就是 像剛剛講到那六個目 我覺得 都是國外的意思 就是 台灣其實 做一個 一個 你的 你